在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的过程中 由于他的身体非常的不好 他经常需要休息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支持者 就会把他的理念推广到各个地方去 他的支持派中是鱼龙混杂的 其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代表 也就是逝者生存的那个名词的创造者 斯宾赛 还有优生学的代表高尔登 高尔登这个人呢 是达尔文的表弟 非常非常的厉害 他创造了优生学 这两个人就直接的 简单的把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 用于了人类社会事务 他们认为 这个人类社会应该优胜劣汰 既然是这样 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保护和同情那些弱者 告诉大家 达尔文不是这么想的 达尔文在他的人类的起源艺术中 他非常明确地反对 简单化地把选择理论用于人类事务 他认为 人类应该同情和救助弱者 同情和救助弱者 是强者的表现 是人类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象征 这个人呢 到底是不是猴子变来的 说起这个事呢 也比较有趣 在十天前 在印度发生了一件新闻 是印度教育部的 一个负责高等教育的部长 叫做萨提亚帕尔辛格 这个辛格部长呢 发表了一篇一番言论 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错的 为什么 他说我和我的祖先 无论是生活在农村 还是生活在城市 谁都没看到猿猴变成过人 在印度啊 应该是仅止教授 进化论 印度的学术界 马上就有两千多位科学家 联名反对 说这简直就是人类社会的退步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地去来看待 这个人和猴子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 变移呢是普遍存在的 有变移的存在 我们就可以像家谱图那样 来表示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 就可以用进化术来体现 我们知道 在一个家族中 通常你会认为 你和亲哥哥 要相比你的堂哥哥 要更近一些 为什么 因为你和你亲哥哥的血缘关系 你往上追 一定是先追到你父亲 但是你跟你堂哥哥的关系 那你一定要追踪到你主父 人和猴子的关系呢 要比这个远得多 一般的一个家族 人也从自己到祖父 不超过一百年 那么猕猴呢 和人的时间差多少呢 2500万年到3000万年 人和猕猴的共同祖先 在A那个地方 人和黑猩猩共同祖先 是在C那个地方 C那个地方有多长时间呢 这个时间 应该是五个百万年 到七个百万年 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里头讲 人和类人猿的共同祖先 森林古猿 大概在七个百万年 如果你说 人是由猴子变来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 那它要比 你说你是由你堂哥变来的 那还荒谬 所以说 没有现在任何一个生物 是由现在的另外一个生物 演变而来的